沒有了反對派的搞搞振很久了 這大半年我們已經是靠我們自己在這裏盡量做的 但如果政府這種態度不是真的以民為本 而每次都以市民 好像防民如防策那樣 但對於企業完全不需要審查 就很Generous 很寬敞的給他們 這種態度令到市民才感覺不妥 政府去年向陷入財困的國泰紅公司 夏清國泰注資273億元 其後又在補就業計劃下 向其發放約6億元的工資補貼 而國泰去年仍錄得破紀錄的虧損216億元 更加需要削減約8500個職位 有市民就批評了 注資所涉及的公帑已經足夠向全港市民 每人派發5000元 或者代全港的僱主和僱員 向強積金計劃供款半年 也有評論指出 政府在疫情下 向生意輕隆的連鎖超市 發放工資補貼 將本來財政年度稅務減半 建議發放有諸多製爪的電子消費券 拒絕被市民拿回他們強積金帳戶的累積權益自苟 也未能適時公布疫苗接種指引等政策的失誤 令政府的民望持續低落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滿會一 而有沒有檢討 政府未經諮詢公眾 耗用巨額公帑 注資國泰 和向有巨額盈利的連鎖超市 發放工資補貼 但是同時忽略在疫情下 越來越多市民陷入財困的做法 會不會被市民的應究不救的觀感 打擊市民對政府管治的信心 二、鑑於據悉國內人民對中央政府滿意度近年持續高企 有沒有研究相關原因 當中有些甚麼可供特區政府射鏡 以及以便檢討和調整現行發展經濟和抗疫的政策 三、會否改變協助個別企業的做法 改以較為公平和根據成效益的方式 協助所有陷入財困的企業和僱員 例如重申考慮由政府 站待全港僱主及僱員向強積金計劃公款的建議 以確保公帑運用得宜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主席 首先很感謝謝議員提出這一項的口頭質詢 讓我們有今天這個機會去展述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 就輸解民困、支持企業和抗疫等各方面的工作 就剛才謝議員提問裡面的各個部分 我們詮詢了相關政策局之後 我現在是回覆而下的 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方面 正如其他經濟體一樣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香港的經濟 是帶來很嚴峻的挑戰 我們一直是致力控制疫情 同時是因應疫情的發展和經濟環境的變化 幫助受重創的行業和市民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 我們一直是機產企業也補就業 因爲僱員的飯碗和企業的營運是順次相依 因此在2020年至2021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和四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已經共推出超過3000億元 有針對性的紓困措施 涵蓋多個行業和有需要群組 範圍廣泛 直至2021年3月中 基金已經發放超過1400億元的資助 為及超過650萬人次 以及近85萬個由企業或商戶提交的申請 其中僱主獲發共兩輪保就業的計劃資助 在香港的大前提是不能夠裁員 令到約195萬名僱員和超過12萬名自僱人士受惠 航空服務業對香港的整體經濟發展 是有這個策略的意義 也是保持我們香港國際航空樞紂地位的基礎 在疫情爆發之前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佔香港國際機場客運量 是57% 貨運量是41% 帶動行業內大大小小的經濟活動 扶持了不少的下游企業 同時提供了就業機會 政府在去年6月決定投資國泰 協助香港的航空業道過寒冬 是符合公眾利益的舉措 在個人層面 政府的著力是輸民群 財政司司長在上月公佈的財政預算案 涵蓋一系列的逆週期措施 涉及1,200多億元 除了一般的稅項和猜項的寬免 增加社會保障津貼 以及提供一次過1,000元的電費補貼之外 儒算案亦建議發放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 以及創造約3萬個有時限的職位 另外我們建議設立有時限的百分百 擔保個人特位貸款計劃 為失業人士提供多一個財政選項 有關政府代工強制性公積金的建議 我們已經在去年1月宣佈 將為收入低於強積金計劃的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的人士 支付5%的強積金公款 至於謝議員提出政府為全港僱主及僱員 代工強積金的較為廣泛措施 面對我們現在有限的公共資源 我們已經小心分析 在建議所帶來的影響之後 認為是不宜推行的 我們預計今年的綜合赤字會達到歷史最高 而來年的赤字也高達約1,000億元 在未來幾年 我們預計經濟環境和外圍的政治經濟格局 都存在很大的變數 我們一方面要盡能力 是為市民提供舒緩的措施 同時也會預留一些一定的財政儲備 應付未來的其他需要 就謝議員的第二部分問題 我現在都回覆如下 特區政府一直嚴陣以待 通過多管齊下的方法 去壓止2019年冠狀病毒病的疫情 並一直有參考本港內地和世界各地的專家意見 以科學為本 制定適合的抗疫策略 就參考內地的抗疫經驗而言 特區政府的衛生署和國家的衛生健康委員會 都有一個行常交流 希望借鑑國家成功的抗疫策略和經驗 盡快可以控制本港的疫情 過去一年國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最得重大的成果 在全球主要的經濟體之中 是唯一能夠實現經濟的正增長 同時在十四五規劃綱要裡面的通過 也都為國家的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 定下了藍圖和行動的綱領 我們會積極在其中擔任參與者和出進者的角色 為本港的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絕的動力 香港特區要設實提高治理效能 這句剛才也是借議員關心的題目 關鍵是要堅定落實全國人大關於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和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在堵塞現時選舉制度的漏洞之後 我們可以有效地解決近年立法會犯政治法的困局 以最近有關臨時撥款的議案為例 這本來是政府在財政預算過程中的一個既定程序 我們也很歡迎議員在審議的過程中提出意見 但去年卻被多項不不合理的修正案拖延阻撓 最近一段時間我們也看到立法會整體回歸理性務實 今年通過臨時撥款議案的過程都是回復順暢 我們期望在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和落實了愛國者治港之後 將會有更大的空間和立法會和社會各界一同合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謝謝主席 謝偉俊議員 主席,我無意針對個別的企業 包括譬如國泰 當然當中牽涉很多公共利益在裡面 也不想過分地去批評政府以往的做法 不過感覺上當美國如果可以三次派錢的話 最近又有一次派1400元會人 當小小的澳門特區都可以 香港真是很難免被比一下 主席 而最大的問題是反明不是做些什麼 而是態度上 我看到一些譬如說我們的羅茲光局長 他批評說怕如果只是幫那些失業的人 怕他們會趁早失業 即是被人感覺很涼薄 我想是整個態度的問題 主席局長就是關於第二個部分 答問題就是希望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愛國者治港之後就可以做得好些 但是我們已經沒有了反對派 搞搞振很久了 大部分年我們已經是靠我們自己 在這裏盡量做的 但是如果政府這種態度 不是真的以民為本 而每次都以市民 好像防民與防賊 但是對於企業完全不需要審查 就是非常敬虧 很寬敞的給他們 這種態度令到市民才感覺不妥 所以你說就算真的將來講 或者自講到 這種態度不改的話 恐怕我們遠遠都不能夠 追到我們國家的 令到市民受歡迎的這種態度 這種情況 有什麼辦法 政府和各部門可以 不要等了我們政改之後 現在馬上做 聰明一點做 快點做 局長 謝謝 謝謝謝議員的提問 其實剛才謝議員 提問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態度 就是我們怎樣 去在我們想政策 或者執行政策 或者是推銷政策的時候 怎樣能夠 增加做到以民為本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以來做事的方心 其實我經常說 就是在我們的工作作風 我是有三有 第一要有心 真是要為香港好 真是想這些東西出來 真是幫助市民 所以你看到 例如最近在我們 司長宣布的財政預算案裡面 都有超過12億的一些安排 為什麼呢? 就是體現到現在目前 現在經濟和民生的情況 這是第一 第二個有的不是有心 是要有利 即是有心得利 都要做一些東西 是對香港有用 對香港有利 包括剛才謝議員所說 提名所說的 關於是我們一些長遠的發展 例如說是在這個航空業 我們怎樣支持 進一步 香港作為航空樞樓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長遠對香港有利的事 這些如果是要對香港有利的 我們都會習慕一下去做 第三 除了有心有利 我都是有理 就是怎樣 怎樣將我們做的事 將我們想想的事 又或者我們要執行的事 那個道理能夠說清楚 市民可以明白 其實在這方面 我也很感謝一隻議員 一直以來作為立法會議員 包括很多建制派的議員 在各方面面 在社區也好 在他們自己的選民當中 很積極地去解說政府的政策 這一方面其實永遠是沒有指警的 就是communication 永遠是the more the merrier 越多越好 這一方面 怎樣將道理講清楚 去市民明白 這些我們會持續去做 當然除了approach之外 實質上我們有什麼拿出來呢 你看回其實在預算案裡面 我們各方面都照顧到不同方面的需要 包括企業來講 我們那個契管計劃有延長 個人來講 都有其他方面的措施、寬免等等 在這方面我們都會積極去做 看看有什麼去做到的 是幫到我們香港社會的 那朋友 假如還有其他任何問題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我們一有機會 會盡量和你再拍影片 或者Like 打答你的問題 也都看平大家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會更多資訊給大家 謝謝你們